6月4號中午 北京知名維權人士胡佳告訴新唐人 他4、5天前已經被帶到外地強制旅遊 儘管被國寶24小時監控 胡佳仍在絕食到年六四 你穿著黑色的衣服 禁食禁私 因為32年畢竟是經歷過了 所以你在用什麼方法去禁言啊 什麼的這些 心理的事情 你不能夠這個磨滅啊 管天管地的人 你也不可能說 你讓一個人去不私 不緬懷過去 胡佳表示 他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被旅遊了 得過一段時間才能回去 成都居民王小姐告訴自由亞洲 最近幾天 警察幾乎每天都約談他 警告他不要針對六四事件發言 否則會從眾處罰 而他所認識的外地朋友都被軟禁在家 並被沒收手機 在武漢 八九民運人士張毅 朱濤 李勇等人也被強制旅遊 張毅告訴新唐人記者 他被帶到湖北恩師旅遊 此外 還有多名異議人士被拘捕 包括湖南異議人士陳思明 貴州學者楊紹正 廣州異議人士王愛忠 和成都維權人士黃曉民等人 被捕原因均與網絡言論和紀念六四有關 不僅在中國 在香港與澳門的燭光悼念集會在延續了31年後 今年也皆被警方禁止 4日一大早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與一名20歲的男子 被警方以涉嫌公布或宣傳六四集結抓捕 多間親共媒體稱 警方當天會動員7000名警力高度戒備 若有人身穿黑衫黑褲在維園一帶點燃燭光或喊口號 有可能被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天發聲明說 天安門已成中共1989年殘暴行動的統一詞 天安門事件與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相呼應 美國持續向32年前的受難者於今天仍在中共施壓下持續抗爭的勇者致敬 新唐人記者 陳漢 李韻 王一貞採訪報導